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 下周崇拜由高雄福气教会杨席如牧师讲道 讲题为标杆人生 鼓励弟兄姊妹踊跃邀请新朋友来参加 好消息 刘牧师2017年最振奋人心的励志书籍 《挥别这样就好的人生》即将隆重登场 刘勤茂牧师的新书《挥别这样就好的人生》 从圣经的角度教导我们如何活出美好 活出精彩 每次当我面对诱惑的时候 我的内心就知道我有不一样的选择 我的人生能够更好 就像刘牧师书里所写的 我的人生不只是这样 2017最后一波传福音的幸福好礼 《挥别这样就好的人生》 把幸福的能力传给你的best 你也会是幸福达人哦 新书发表会时间定在11月18号及11月19号 即日起各幕区及士林林良书房同步开放预购 10月29号前预购新书还赠送 Dream Big手提袋 认领四点到五点的二十期祷告 至今已有一段时间 工作 吃饭 睡觉 聚会 带小组 都一样照常进行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最近两年业绩都有倍增 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但是很稀奇 我以为工作的业绩也都还是平平 没有想到8月9月的业绩都创三年来的新高 月利润都有到100万 我也不知道客户和业绩是从哪里来的 真是感谢主 我想这是因为我忠心二四七的祷告 先求了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其他他都赐给我了 将丰富荣耀都归给奇妙的上帝 哇 上周神家超热闹的 快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吧 上周日下午 全教会共有将近1400位弟兄姐妹 参加幸福小组密讯 领受幸福小组DNA 引爆传福音的热情 儿童牧区小马潮教室开课哦 上周是小马潮教室有12位1至2岁的婴幼儿 在家人陪同下参加了小马潮 小马潮教室每周二四上午上课 持续报名中 鼓励家中有13到24个月大的幼儿 能稳定行走 且家长可陪同者 踊跃预约报名哦 年度尊荣饗宴 Jesus Power 赢会来咯 医治的课程就让我很感动 就是说把我心里面过去 有很多的创伤一次是完全完全的洗涤了 让我不再在黑暗之中 让我觉得自己神的光照亮我里面以后 把就是一些心里面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情 只敢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哦 自己跟神来祷告求神赦免 在兼顾盈壘破除上面 因为我从小在国外长大 在美国长大 所以是接受 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非常性开放 这个方面的罪是我兼顾的盈壘 然后就跟着牧者有系统化的 来为这些兼顾盈壘来做破除 然后来做悔改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 那边有设那个祭坛 然后很多学生就会在十字架前面 就是下跪然后跟神悔改 然后认罪 对啊那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图 邀请你一起来释放身心灵 领受圣灵更新 本周日下午两点早鸟又会截止 详情请参阅周报 2017全民丰圣经 背经健堂立根基背经挑战来咯 时间在11月11号星期六晚从前 即11月12号主日第一堂及第二堂结束后 背经经文本周期连续三周公布于周报内 挑战成功者将计入小组积分 全教会累计积分最高的前五名小组 将获得丰盛奖项哦 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挑战 以神的话语来为新堂祝福祷告 创意媒体部成真音控 影视全职同工 鼓励稳定聚会崇拜 以受洗且具音响音控相关经验 或动态拍摄剪辑等相关经验一年以上的弟兄姐妹 加入媒体宣教的行列 2017国家祭坛招聚全国的祭司 加入为国祷告的行列 时间在11月4号早上11点到下午5点 地点在新庄体育馆 鼓励弟兄姐妹踊跃参加 上周建堂奉献金额为46万元 累计至10月15号建堂奉献金额为5亿9955万元 以上为本周教会消息 愿神祝福大家